这个是很常见的 在夏天 这一部分人甚至比上火的人还要常见 你说夏天是热 他怎么更虚了呢 这个人怎么更虚了呢 那么怎么更容易没劲呢 更容易这个树懒呢 是吧 树懒行吗 更容易没劲呢 这个就是夏天的一个特点 夏天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这么一部分人 出现苦夏的现象 苦夏 所谓的苦夏就是浑身没劲 不爱吃东西 你知道吗 就是体力下降 爱中暑 你要非出去 特别爱中暑 爱流汗 这样一部分人的特性就是 元气不足 就是气虚 属于气虚的人 凡是气虚的人 到夏天以后 夏天以后他要蒸疼啊 要出汗啊 这个气会随着这个汗 随着这个热气 会继续的往外泄掉 然后就气就越来越